巴西警方5月6號突擊 隱藏在里約日內盧平民區的毒窟 當地毒販 臭名遠播 在平民窟裡誘拐兒童和青少年犯罪 警方接獲投報到現場執行任務 一場像電影般的槍林彈雨震懾了整個社區 最終在25人死亡的情況下結束槍斬 里約日內盧刑警部門早上7點30分 前往市內北區的雅卡雷濟紐平民區 執行打壓毒販的任務 這個地區是黑幫基地之一 犯罪分子擅長游擊戰術 擁有數量可觀的武器 警方出動裝甲車 直升機 採用路空包抄的方式展開突擊 更全程拍攝執法行動 毒販团伙成員被攻勢猛烈的警力 逼上屋頂 試圖翻牆走壁不果 大約10名嫌犯被捕 黑白兩道交火 至少25人死亡 包括警員和平民 事發後 警方在新聞發布會上 展示了各類所衝攻回來的武器 包括6把突擊步槍 15支手槍 1把機槍 14枚手榴彈和火炮彈藥 這是當地10年來最知名的一次警察行動 由於新冠疫情的關係 巴西聯邦法院去年裁定 2020年6月起暫停平民窟的取締行動 除非是絕對特殊 同時獲得法務部認可的任務 人權觀察組織表示 李月市檢察官有憲法義務監督警察 呼籲當局對警方的突擊行為 進行徹底獨立的刑事調查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